大家好,欢迎来到Juana澳洲生活 我在381期视频专门跟大家介绍了肾上腺疲劳 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 大家可以去翻开381期视频看一看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那么很多的网友就跟我留言 说Juana身上腺疲劳真的很可怕 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预防 能够来阻止身上腺疲劳这种现象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的认知 什么认知呢 就是我们是一日三餐饭对身体健康 还是少吃多餐对身体健康 我呢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我们父母教育我们 就告诉我们要吃好三餐饭 吃好三餐饭以后干嘛呢 就不要吃零食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一日三餐饭 不吃零食 然后实在饿了等等 等那个妈妈做好饭了 我们再吃 这个时候呢 我了解了身上一件疲劳对身体的伤害 才明白 其实人的身体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它是从小积攒起来的 从小我就认为 哎我就吃三餐饭 我三餐饭吃的宝宝的 我中间就一点都不吃东西 而且呢小孩子还不爱喝水 特别不爱吃水果 现在很多很多的妈妈们 都是为小孩子吃水果犯愁 从小我就是这样 你看早上哈 因为早上上学上的早 一般就是七点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边走路 边吃一个馒头 那是小时候 就是吃一个馒头就上学了 八点钟左右就上课了 那么一直要到中午十二点钟 九十十一十二要四个小时 十二点钟以后呢 才能够到食堂去打饭 可能真正吃到口 可能才需要十二点半 吃完以后呢 哎中午吃饱了 吃辣一堆 吃得饱饱的 因为饿了嘛 就猛吃 就暴饮暴食 就这么来的 然后呢十二点半吃 吃完了以后呢 小孩子吃得很快的 我估计我小时候 十分钟就可以吃完饭的 那么一直到下午 要饿到五六点 那么中间又相隔 五六个小时 有时候六点半 有时候七点钟 因为回来以后 妈妈下班晚嘛 做饭晚 所以这样的话 晚上又暴饮暴食 所以从小就积攒什么 积攒肾上腺疲劳 所以很多疾病 是从小开始培养的 那么现在呢 好在呢 现在呢 大家 家那些妈妈们都知道了 就是下午 两三点钟的时候 给小孩子吃一个水果 吃一个苹果 吃个橘子 这样的话 就可以缓解小孩子 那个他们的 就是小孩子 因为嘴残 实际上当时 实际上这么做法 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是缓解身上线疲劳 只知道小孩子 睡了觉起来嘛 就吃点水果 这是一个生活习惯 其实这个生活习惯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现在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认知 所以怎么认知呢 就是一定要少吃多餐 是健康的饮食方法 就是少吃多餐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认知 要需要了解这个事 为什么这样 我就跟大家 那个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样 因为呢 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的 不管是吃什么 我们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的血糖都会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吃一点点 肝果啦 或者水果啦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的肾上线 不分泌 因为血糖降低以后 我们的肾上线 就出来工作了 工作 它要分泌肾上线素 这样的话就 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 它就不停的分泌 不停的分泌 分泌以后 那么肾上线就会疲劳 这个时候 我们吃一点东西以后呢 那么肾上线疲劳就可以 可以 就是它就不要去分泌 这样呢 我们还可以保持 我们身体的血糖的平衡 这样的话就可以 让身上线不疲劳 我们的身体呢 就不用那么累 那么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 我们的身上线 不要过多的分泌 你比方说 大家其实都知道 身边的人 包括我自己 特别是女同胞 都喜欢干嘛 喜欢减肥 女同胞的减肥 实际上是一个 终身的减肥 永远在减 永远都在肥 包括我一样 我以前 我以前想尽了各种方法去减肥 结果呢 越减越胖 特别是我干嘛 就是我不吃东西 我不吃东西 我就可以减肥了 对不对 看起来可能两三天 是瘦了 然后两三天以后 我在猛吃 夸 比以前没有减的时候 还更胖 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 不仅是肥没减到 而且把身体还伤害了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减肥的过程当中 肾上线不停的在工作 在磨损你的身体的健康 所以你肥没减好 身体不好了 所以经常会出现掉头发啦 那个偏头痛啊 做事情很累呀 很多很多的 那个女同胞们 都有都有这个问题 而且还出现一个什么呢 出现胃病 你问问旁边 很多的女同胞们 十个有八个都有胃不好 为啥 就是鸡一餐 饱一餐 身体毁坏了 肥也没减下来 这个都是因为饥饿 让肾上线不停的工作 肾上线长期的疲劳 造成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网友就问我 我爱旧往哪呀 我你说的这些东西啊 我都有啊 我就是三百八十一七视频里面 介绍了很多肾上线疲劳 对身体的危害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有什么危害 那边详细的介绍 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来分享 怎么来缓解身上线疲劳 对人体的危害 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要会调节自己的压力 任何的疾病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生了很多的病 其实反思一下自己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个就是疾病的一个很大的根源 我自己就知道 因为病很多 有时候我想哎呀 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我怎么会得那个病呢 很多人疾病来了以后 不相信我怎么会得这个 对吧 那么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 你的自己给你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 是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凡是疾病很严重的人 突然一下得了很严重的疾病人 都是长期的跟自己过不去 就得病了 所以自己要缓解自己的压力 当然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真的很难 有时候遇到事情以后 你真的你让他去 我把他放下 真的很难 有时候就是过不去 就是放不下 但是你要去想想 如果要是身体不好了 你要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 你值得吗 对吧 任何的你放不下的东西 都比身体健康要小很多 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执着和压力 这是第一个要放下的 因为你这个不放下 任何的办法对你都无效 所以你说有些朋友说 哎九尔纳你告诉我这个 我吃了 我觉得没效果 那么你就要去反思 你的心放下没有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放下你的执着 要跟自己过去 什么东西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执着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每两个小时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吃饭 当然我跟大家也说了 就是虽然是少吃多餐 但是你不能够不吃饭 但我指的吃饭 可能不见得是饭和面 也就是说你要吃东西 你可以比方说早上你自己吃早餐 一定要吃早餐 中午要吃中餐 晚上要吃晚餐 不见得要吃得特别的沉 大家听过就是一句老话 就是饭要吃七分饱 有三分寒七分饱 你这样就可以不得病 所以不要吃太饱 为什么呢 我反了两个小时以后 我还会吃的东西 我饿了我就吃点东西 对不对 那么吃什么东西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是现在在吃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在Costco买的蔓越莓干 这个蔓越莓干呢 我买的是就是Organic的蔓越莓干 这个蔓越莓干呢 它是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 一些添加剂呀 什么糖啊 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的蔓越莓干 我每两个小时 我可能抓一把 基本上我用一个小盒子 我里面放点蔓越莓干 再放点其他的干 这是蔓越莓干 是可以准备的一些零食 那么第二个 我经常准备的一个 就是小零食呢 就是芒果干 我经常会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每天都会带着 一点那个芒果干 一点蔓越莓干 或者是你没有 你可以买那个 就是南莓干 无花果干都可以 只要注意一点 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它是就是天然的 把它就是低温烘干的 这个那个干果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经常会准备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最简单的了 其实我们只要这一个水果 就可以解决肾上腺疲劳 是什么水果呢 大家都认识吧 苹果啊 苹果是一个最简单又方便的 解决肾上腺疲劳的一个水果啊 但是苹果呢 要买什么 要买红苹果啊 不要买那个青苹果 为什么因为红苹果的 它的那个 花纤素啊 一样是最好的 红苹果 所以一个苹果就可以解决 肾上腺疲劳的 那个问题 也是一样 每两个小时 我不管什么时候吃饭 早上吃完饭 比方说你八点钟吃饭 那么十点钟 你就吃一个苹果啊 有的人最后 我不饿怎么办呢 那个因为你饿不饿 你自己没有感觉 特别是有些想减肥的人呢 他永远不会饿 为什么他因为他的 那个主观的意思都觉得 我不能够吃 我不饿 给自己暗示不饿 他就不饿 但是呢 我吃一个苹果啊 他可以 那个 就是你虽然你感知不饿 但是身体 他知道你的血糖 两个小时以后降低了 你需要来补充 和平衡你身体的养分 血糖 来平衡血糖 这样的话就吃一点水果呀 吃一点干果啊 这样都可以平衡你的身体的一个血糖 这样就 那个 身上腺素 就不会出来工作 就不会有疲劳 就这一个方法 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第一个啊 我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个要缓解自己的压力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任何事情看开了都能过去啊 现在大家也知道了 特别通过疫情 大家很多朋友都说 什么都不重要 身体最重要 对吧 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放下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就是两个小时 每两个小时吃完饭以后 不管是中午下午 当然晚上就不用了哈 晚上约约睡觉 不管是中午 不管是上午中午和和那个下午 就是你吃完饭以后 每两个小时吃一个水果啊 然后多喝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 可以缓解肾上腺疲劳 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好 今天的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